今天有什麼話題呢? 又講過一個新的話題 話題真的多到什麼? 只要你怎麼想 你如果每次都給我三幾秒時間 我就可以經常找一些不同的話題出來講 什麼話題呢? 就是講做節目用什麼語言的問題 最初我們做這個巡城馬的時候是用國語的 當然很多廣東話的朋友一聽就 哎 你這些國語那麼生硬的 不如說回廣東話吧 講廣東話又順耳又好聽 聽上來順耳 反正你講的國語又生硬又沒有特色 多不好呢? 但是這個情況這種觀眾有很多個講的提出 我就覺得廣東話很有市場 但是有個別一到兩個的人就說 你講國語吧 你講廣東話誰聽得懂的 但是很少 一個或者兩個 但是要求講廣東話的就有十幾個不多 他不提出不一定他不想 只不過是他沒有動作來做這件事 提出來要求你講而已 最初是講國語的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因為國語就是有 全世界有14億中國人 說14億人實際 絕大部分都是看不到YouTube這個頻道的 在香港和海外這些才自由地看到這個YouTube頻道而已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除非現在當然翻牆就越來越普遍了 年輕人比較多 但是在總體來說 總數來說還是很少數 能夠翻牆看到這個YouTube 所以呢 你不能夠說這個 14億人講廣東話 14億人的市場 因為大部分人看不到YouTube 只有海外的香港才可以看到的 因為現在的媒體 自媒體和主流媒體 在法理性最有代表性 就是國語為主的 基本上都是國語的 除了一個電台 是粵語而已 其他好像 好像沒有誰是講粵語的 是講廣東話 全部都是國語的 即是主流媒體和自媒體 都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講國語的 如果我再講國語的話 就沒有什麼特色 沒有什麼競爭力 因為你講國語不叫人來講得好 但是反過來 他那些人講講語 不懂得說 不懂得聽 那他 不能夠做到我們現在做這些 我們雖然 講得沒有他那麼流利 但是都可以講國語 所以呢 就是 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 這麼多人講國語 這麼流行呢 就是 50年前 唐人佳 就是 台山話 台山話 就是中國話 來的了 30幾年前 就粵語 廣東話 為主了 整整一下 就已經佔了台山話 的位置很多了 整一下就 OK 30幾年 之前 即30幾年以來 就變成 整一下國語 就佔主導地位了 普通話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 30幾年 那些 有幾十萬流學生 出來 那 不單止幾十萬 他還有 後來的配偶呢 父母呢 子女呢 是吧 還有福州人呢 福州人 三十幾年來又多了無數的福州人 所以呢 國語的人呢 可能又多了 比原多了 至少二百萬 這三十幾年來 講國語的人 至少 在美國來說 我自己估計 感覺上 至少多了二百萬 那麼多人的話 那些媒體裏面 大部分都是國語 好像 這個粵語就是小眾 所以 如果大家 如果是 講粵語 廣東話的朋友 如果是之前的粵語 希望 你們看過這個視頻之後 如果未曾 關注和訂閱的話 你就動動手指頭 點一點關注 訂閱 讓我們的粉絲團 這個 更加壯大 壯大之後 現在我們有幾千個粉絲 但是 應該不夠 如果發展到幾萬個 幾十萬個 上百萬個 那我們的 影響力就不同了 不同了 那粵語的影響力就不同了 希望你們 動動手指頭 拜託 多謝 多謝 為什麼呢 因為 傳承 粵語文化 這件事 真的要做的 真的要大家 來支持粵語 為什麼呢 因為廣東省 鎚江山學州 一大片地區 現在那些粵語 廣東話的家庭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孩子 已經很多 不懂得講粵語了 已經出現這個現象 因為從小朋友園 從學前班之前 和幼兒園 和小學 和小中學 全部都國語了 全部那些老師 都是講普通話的 不懂粵語的 弄到很多小朋友 就不懂粵語了 他本身是粵語的家庭 都不懂 這種形勢 好像有點不妙了 你不撐粵語 我擔心這種 這種領南文化 會不會失傳 現在的主要基地 就是香港 和海外 現在的 傳承粵語文化 這個重任 就要落在 香港和海外的 粵語的華人身上 所以 希望大家 支持粵語文化 支持廣東話 所以 希望大家 動動手指頭 關注 訂閱 使我們 這個頻道 這個粉絲團 壯大 壯大之後 增加很多影響力 這樣就不同了 這樣就不會 被那些 非粵語的 來掩蓋我們的聲音 多謝 多謝各位 訂閱 這個話題 就是 如果你能夠做到一點 就是 不要忘記 這個 全城 這個粵語文化 有你一份功勞 真的有你一份功勞 所以 多謝關注 訂閱 今天 這個話題 先說到這裏 還可以說 這個話題